為了改善行人地獄 內政部國庫管理書 舉行全民參與街道改善平台票選 而這裡桃園楊梅中興路 以3357票寫過其他名單 成為全國票選第一名的待改善道路 不過在地的議員跟里長 卻不認同這樣的表決結果 甚至認為是外地人來這邊灌票 楊梅中興路就會在普興車站的正對面 這座車站早在1900年 就以安平鎮的名稱正式設站 當時總督府還在這邊設置平鎮制茶工廠 也從此確立了普京的發展基礎 普京的中興路兩側商家林立 已經變成一個成熟的商圈 不過實際來到這邊 就可以發現為什麼能夠被票選為 第一名的行人地獄 這個步行空間真的是非常的不堪 先不說機車直接大喇喇的填在人行道上 導致行人還要特別繞開 這人行道也只有設置在最靠近車站的50公尺而已 過了這50公尺之後 人行道直接消失不見 變成了一般的路間 在停滿車子的狀況下 行人只能被迫走在車道上 在車子裡面夾縫中求生存 那雖然說是有騎樓啦 不過因為中興路本身有些坡度 所以這個騎樓實際上是高低不平的 可以看到行李箱沒辦法順利的 完整拉過整條路 必須要不斷停下來再重新往上提起來再起步 而且受到道路的多度限制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說把這個騎樓去做整停 更何況啊 這騎樓也不是說整條路上都有 走到最後面還會直接弄疊 所以看到行動比較不方便的人 乾脆就從頭到尾都走在國遊路上面 我覺得啦 這應該是所謂的人生智慧絕念的展現啦 那在這條中興路上還有兩間學校 分別是瑞浦國橋跟智平高中 根據新聞揭露的數字 智平高中有大概4000位學生 因為高中沒有所謂的學區嘛 所以上下課時段可以看到不少智平高中的學生 就沿著這條中興路一路走到普新車站去搭火車 對於需要通行的學生來說 這個環境真的是非常的惡劣 而且在智平高中更後面一點的地方 目前還有一大片的社會住宅正在興建 那在這個工地的外面當然也是沒有人行到的 根據國家住宅以及都市更新中心的數據 這個社會住宅以後會提供486戶的空間 也就是說大概會有500到1500的新住戶搬到這邊來 而且在住宅中心的網站啊 還特別強調這個普新安居的社會住宅 步行10分鐘就可以抵達普新車站 具有相當便利的通行機能 另外在這個基地的南側 還有一個桃園市政府自己興建 目前已經完工 而且有住戶入住的陽眉一號社會住宅 總共有216戶的空間 所以從這幾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陽眉中心路的改善真的是過在眉睫的一件事情 特別是未來還可能會有大量 要去車站搭火車的通勤民眾 那其實7月內政部的國土管理署 在辦理全民參與街道改善平台 也就是街道醫生的票選的時候 在地選區的立委 胡全集就已經來辦過會堪 現場還有桃園市交通局 公務局的養工處 以及內政部的國土管理署的人員出現 當時是說已經有初步的幾個設計方案 不過因為沒有詳細的圖片釋出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規劃的 只知道預計處理的路段 只有從車站一路到金龍二路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虎星安居跟陽眉一號社會住宅旁邊的這個路口 總長不夠560公尺而已 但是整個虎星的市政 應該還要再涵蓋到370公尺外的無手接口 可是光是比較市區的這560公尺路段 就已經引發不小的風波 9月底國土管理署 正式公布首次的票選結果的時候 虎星中心路的這3357票 竟然被揚眉的議員正蘇方 只稱說可能是被外地人灌票 不過回頭來看全民參與街道改善平台 第二名的台中南屯向上路 只有獲得850票而已 票數不過是虎星的四分之一 就更別提其他上網的帶改善道路 如果真的是外地人要灌票的話啦 應該是北中南都要平均一點給他灌下去啦 一起大家來互相傷害的概念嘛 然後這位證書方議員還說呢 服務處近期收到200則陳情反對 說網路投票都是年輕人在投的 忽略在地長輩的心聲 哈囉? 請問坐在輪椅上面 經過這條中心路的 到底是年輕人還是老人啊? 我看這些在地長輩已經是行動不便 到沒辦法過去你服務處了 所以你服務處才沒收到這些心聲吧 難道你真的忍心看著這些老人家 繼續夾在車縫中間求生存嗎? 除了議員之外 連議長也來說 中心路兩側商家太多 蓋了人行道之後 可能會影響這些商家的身影 甚至是造成商圈的萎縮 所以同樣收到不少居民的反對 哎呀不是 就已經有3000多人出來投票 跟你說這條中心路是行人地獄了 難不成這些投票的人 真的是從地獄出來的 是鬼來投票你 而且這一個裡也才不過3650人而已 等於是有超過九成的人出來說要改善行人環境 就算這些人裡面真的有不是李民的好了 難不成來這邊上課的學生 以後要來住這邊社會住宅的都不是人嗎? 而且議員跟里長說這邊路太窄了 設了人行道就要把停車閣給塗銷 不過實際去看都市計畫圖或者是地底圖 就可以發現中心路的路寬是15公尺 而同樣是15公尺的寬度啊 在最近很夯的京華城附近的光復北路11巷 就剛好是15公尺 雙向通行 兩側都有停車隔位 重點是還有著1.2公尺寬的人行道 其實這樣的道路在台北還有很多案例啦 如果去LAST REMIX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15公尺的路寬度啊 要塞下雙向車道 兩側停車隔 足夠寬敞的人行道 根本是綽綽有餘 更何況在浦興中心路這邊 現在的狀況就是停車隔外面 還有著一段大概50公分寬 非常意義不明的路間 而沒有畫設停車隔位的地方啊 路間不只有車子 還有攤位啊 招牌啊 車檔啊 等等各式各樣的東西 行人就只能走在這些東西的外面 跟行進間的車子互相徵道 哪天真的在這邊出車禍 死人都不用太意外啊 而且真的興建人行道的話 除了可以更有效保障行人安全 對於兩側的這些商家還有另外的好處 中心路因為有坡道的關係 所以兩側建築物的一樓 基本上都比路面高出一些 變成說要另外去設置坡道或者是台階 不過實際上這些應該也都是私設的 用到的空間是屬於工友地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些坡道跟台階的中間 還會出現零星的水溝蓋 而且這些從建築物延伸出來的私設坡道 還造成視覺上這條道路比較狹窄的錯覺 那有工友人行道之後啊 其實就有機會讓建築物的一樓 跟人行道比較齊平 如果真的還是有坡道銜接路面的需求 也可以設計在停車格之間的空缺處 同時去整合電線桿 變成比較完整的設施帶 簡單來講 以普新中心路的條件來說 設置人行道之後 其實對於停車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影響 民眾還是可以開車騎車來這邊消費 那希望議員跟里長也可以理解到 他們想像中的這些缺點 基本上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更沒提里長自己還會廣播 要大家不要微評啊 那希望接下來的道路改造可以順利啦 畢竟現在的中心路除了人車混雜之外啊 因為這條路是可以直通到龍潭的 所以還有不少的大客車跟大輔車在走 就連公車都只能用壁牌圖車的方式來上下課 乘客下車之後馬上無控接軌行的地獄 看了真的是覺得很痛苦 讓我們來一起改善交通環境好嗎 우� 我們來研究自己的地獄 我們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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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